好 下面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用星号打印一个直角三角形图案 星号 对 用星号来打印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打开这个代码吧 一边来看 我们打开这个呆猫2 用星号打印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首先我们把直角三角形画出来 这样的话我们必须利益分析 假如说我们打印的直角三角形是这样的 第一个是三四 这样的 一个 两个 是吧 然后呢 这是三个 三个 对吧 假如说这是四个 对吧 再来一个 五个 对吧 五个啊 这样 是不是 这是不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啊 是 就直角三角形就这么来写了啊 嗯啊 这样来做啊 当然我这个直角是在右边是吧 对 右边的一个直角啊 如果你要打印左边的直角呢 可能会更简单一些对对对对吧 我现在是打印的这个右边的直角呢 就是说要用到两个胸环 哇 OK 所以说我是这么来画的 这么来画的 好 那我们从这样一个直角三角形 里面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呢 我们在打印第一个这个星的时候 你看它这个星前面是需要打印什么 空格的吧 对吧 希望打印空格 那不同的空格吧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写这个代码的时候 我们看只不快去写啊 我先把这个刚好是可以这样注释 不然的话这编也没法通过对吧 嗯 OK啊 这样的啊 我们看一下总共有几行啊 我们先分分析 五行 五行的嘛 所以我要打印打印五行的嘛 不管是前面是空格的还是新的 反正都是五行 所以说我要确定第一件事情 就是确定这个行数对对对吧 确定行数 然后呢这个是 呃 外层 外层 这个控制行数 对吧 这个 行数 所以我用一个循环 4 硬头 硬头 I等于 0 0 I小云 5 I加加 I加加 这就控制五行了是吧 对对不对 就控制五行了 这样来控制 好 那我们在这个行数 我可以用这个循环来进行控制了 那现在就是我要输出的内容是什么 输出的内容是什么 输出的内容是什么 空格和星 空格和星 对吧 空格你也要进行输出的 不然的话它这个星的位置是不对的 对吧 你看一下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星的前面有几个空格 对于它来说 我们假设说 假设说这个星是靠边的是吧 是靠边的 那么就这个星的前面应该有四个空格 对吧 那第二行呢 有三个 三个 这个 有两个 两个 一个 零个 也刚好它的空格数是从 四三二一零 是不是倒过来的 对不对 对对对 刚好是倒过来走的 所以说你看一下 我们输出空格的时候 应该是怎么来来写这个循环呢 我们写一个for 假如硬的 半一个变量的吧 J等于 假如等于 等于 等于 等于I 等于I 然后呢 J 小于 4 即 4 为什么是4呢 因为我这个第一个空格就是 第一个这个空格数就是4 是吧 第一空格就是空格4 这样的 OK 然后J 加价 OK 看一下 我们输出这个 空格 这里不要换行了 不要换行 因为我们在同一行里面输出了 对吧 输出一个空格就中间打一空格就可以了 对吧 来空格里面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输出空格 你看 为什么这么显呢 你看 为什么J等于I呢 你看一下 如果I等于0的时候 J是不是等于0啊 是 J等于0的话 这个循环应该会输出几个空格 4个 4个空格 如果是I等于1的话 就说明是第二行是吧 第二行应该输出几个空格 3个空格 刚好是J起始位置从几开始 从1 从1开始1 小于3 刚好是不是3 对吧 输出3个空格 OK 所以说I要等于J 对吧 这是一个这个复时的方式 好吧 OK 空格输出出来了 下面一步呢 我们就要输出什么呀 输出 这个星星 这个星星输出来 我们看一下 是从12345 对吧 1235的数据输出来的 所以说我的这个int 也是如果从J开始的话 J应该等于几 等于0 0 从0个嘛 对吧 从0开始 然后J呢 小于 对 等于I 因为从你看一下小于等于 这个如果是第0行就 第几行就地就打印几个是吗 对 第几行第一行就输入一个是吧 对第二行输入两个第三行输三个 刚好是跟这I一样的 对对对对 所以说应该是小于等于I I 小于等于I J加强 OK 输出一个 多少 星 星 对吧 输出一个星 好 这个输出这个用来控制什么 用来 每行的控格数 控制每行的这个 控格数 对吧 控格 这个呢 用来 控制 每行的 这个 新 的 个数 对吧 新的个数 OK 两个星环 最后 一行打印完了 这两个星环才能把一行打印完 是吧 最后是不是要换一行啊 所以最后要输出一个 怎么 换行 这就是想来输出 输出怎么样 换行 这个换行了 输出一个换行 OK 好 我们大概程序就这么来写 我们先运行一下 看看效果啊 好 编译 OK Ctrl 2 看一下是不是我们现在要效果 是 对吧 12345 OK 就是我们这个输出的就可以加一个效果了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打印的方式是吧 你要按照你这个逻辑比较用简的方式 对吧 也可以打印出它相同的效果了 嗯 好吧 你根据你不同的这个理解的方式 就可以去试着打印一下 OK 没有问题吧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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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是吧 非常对于小白来说还是比较 easy so easy so easy 妈妈从来不耐心的学习 哈哈哈 OK 好 那这是我们这个多重循环 OK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循环引擎这个作业啊 这作业呢这边我们安排了这个四个作业 大家下去以后呢要去完成了 OK 第一个作业呢 打印输出0到200之间能被7 但不能被4整出的所有整数 7 OK 200之间你书翻就搞定了是吧 嗯 然后呢第二个是加瓦求和 啊阶层求和 1的阶层2的阶层加10的阶层一直等等 对吧 1到10吧 嗯 第三个就是打印99乘法表 打印99乘法表 知道吧 1的1212的2那样 小学牵笔盒上面的 对对对 牵笔盒上面的啊 还记得是吧 记得记得 第四就是用信号打印一个最等腰三角形 刚才我们打印的是直角三角形 现在你要打印一个等腰三角形 就是把我左边那一半再加上是吧 哦 对吧 我现在打印了 对相当于打印的左边这一半 你把右边那一半打上去 对吧 OK 好这是我们这个作业 OK 我们这一节呢 就先给大家介绍了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期再见